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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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认为不会áb烈到那些事情 那你是不是听到这些罩話 你不会知道 인� Olympia bukan 真的忘记了 他後來就說因為是 女兒 被聯絡到的女兒 所以很心急 趕快拍到她 說沒事的 你作為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人 你在那時候 你不找律師 全部都是匪夷所思的 這次裁判官上訴 上訴庭法官看了 他們整個兩個人的付款過程 同意原審的裁判官說 之前我們也沒有留意這一段 這次上訴庭法官就看了這一段 他說 在整個 購物和付款的過程裏 原裁判官認為 他們兩個人並沒有心不在意 是清楚看到 知道哪些貨物 那些貨物是沒有做過的 他們是有默契地共同偷攝的 他們是有默契地共同偷攝的 好了 上訴法官 看完涉案的片段 同意原審的分析 因此 就駁回上訴 最後 在他們來說 真的太沒面子了 那當然要上訴 名人啊 疫情技巧要我們打針 但是 說真的 其實是你們自己 覺得沒面子的 其實那段時間 是沒有東西的 你是要繼續上訴 現在 是有默契地偷攝的 說真的 真的很難 老實說 包括我自己 有沒有貪念呢 一時之間 是會有的 我不敢用道德審判 一時之間 拿了證書給你錢 女王哥哥 兩個人收銀 先生 要什麼 你拿著狗子 熊曼 熊曼是105元 102元 可能我只是兩個半 但是一時之間 我也不敢說 我不會 就算到今天 理論上應該不會的 但是真的很難說 但是這件案子的其中是什麼呢 一時貪念真是人人有之 奇在兩夫妻 老公 你會做事 老婆說 好啊 我都開不了口了 我開口 老婆說 舔了 如果我這樣開口 我跟老婆說 屌撇我 她不是說我 你這麼傻子偷東西 你這麼傻子 你也要找一些大一點的東西 屌你 偷 含屌 屌你了 一個西瓜 一個墨瓜 兩個布甸 兩包藍莓 兩包刺身 一包壽司 一包雞 屌你老婆 你不要那麼欺負啊 屌你老婆 打針打了 他瘋了 他瘋了 另外 屌你老婆 這個 真的是欺負人 今天這個是一個大主題 屌你老婆 我真的不想說 他的分析未必一定是錯 不過 我只能這麼說 他真的是欺中之欺 說到誰呢 這就是洗米華 梁思浩 不因為他 什麼頭貢 他為什麼全部都不用 在這個傻子 在人人都吵架他的時候 我不是說這幾年有政治運動 在過去十幾年 我其實沒有什麼 我可以為意 比如說 他跟鄧兆尊 在國產007裏面 被昇爺租 我也覺得 阿昇仔有時候也是 玩了別人的霸佬 屌你老婆 現在我想一下 玩得少啊 特別是 他 梁思浩 真的玩得少 被人打也打少 屌你老婆 他也被人打過 聽說的是壽歌的 哈哈哈哈 屌你老婆 你又說到有什麼孤兒出身啊 如何奮鬥啊 那些我們不要再說 純粹是你那個人的 要說什麼呢 第一件事 他說阿森美 是玩東西 怎樣玩東西呢 簡單來說就是 森美較早的時候 訂了酒店 還給了錢 他老婆 結果 去了日本 很簡單 我相信是overbook的 又或者是他的平台 所以各位網友 有時候我們真的很煩 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帶團就容易一些 帶團有那麼多人 經常 會光顧那些酒店 其實後來已經是第一次在 因為拿了他們的contact 直接跟他們預約的 其實那個waste是更好一點的 是好很多的 如果你要敷那些網上搜尋器的agency 其實我最危機的問題就是 就是 譬如那些agency沒有錢到 譬如 Troffic.com 你敷Troffic.com 不去預約的 原來Troffic.com 還差點到 一年數都還未能找 之類的 又有 又或者酒店 定了 overbook了 而有些人是未confirmed 尤其是日本 很多時候 你不用付錢 有些預約是你去到付錢的 有些人喜歡這樣的 想著 我去到才付錢 就穩固了 但是 阿深美這次是 確認了 是給了錢的 於是他在網上求救 他肯定是用來炒作新聞 我們永遠不知道阿深美是否想炒作新聞 他用哪一點來講 第一 就是 只要去過日本人都知道 在JR旁邊會有些酒店 一萬日子,walk-in也有房 就像這樣 你說了,在黃桂的時候 一定有房 我認為他這樣說 你現在這樣說 梁師傅 我就馬上是 我只是有這些 但是在你這樣說之前 我去日本超過一百次 從90年到現在 我真的沒有在意 我真的沒有在意 他說我是在意 通常車站附近都有這些酒店 但是 第一 是不是真的有一定有房 他用這些一點 第二 就是說 其實每年年尾 都會有一個最佳DJ選舉之類的 所以 他們業內人 因為他曾經 我曾經說一下 因為我曾經 近年年只有三個人爭 而已 一是林海峰 過去 一是森美 一是小弟 洗米華 我離開了港牌之後 就是被人炒 那就是森美 和 林海峰爭 好了 他說行外人就未必知道 我們行內人 是很清楚的 所以 他認為森美 是用這件事來炒作 希望炒得起的新聞 那些人 對他的名字入了腦 在投票的時候 就會 會有印象 會比較優先 因為 在外面來說 你拿不拿最受歡迎節目主持人 沒關係 但是在業界他們知道 只要你能夠榮英這個最受歡迎節目主持人 這就是你的bargaring power to 公司 你要加薪 這樣說 OK 因為我不是去廣播業那一行 我就不敢去質疑 這個判斷 但是 首先我覺得現在 在這個媒體裏面 尤其是森美或者林海峰 公司這麼遷就他們出去做那麼多不同的事情 是不是 你能夠 要求加多少薪金呢 商台那些我想都以免一息的了 現在的這種經營 因為收聽率的問題 現在太多其他東西 第二 為什麼可以確認梁超是一個賤人 因為他 是這樣的人 他就覺得森美也是這樣想 是不是 你看看他多可以 他還是 將他整個節目 因為他在這個早霸王裡面 森美 將整件事還原講了45分鐘 而且放了Youtube Full Version 平時通常是 播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然後就是要lock in 要付錢 或者要你回到1903的app 給錢重溫 現在這麼奇怪 整節放得上去 擺明是想炒作 老實說 因為他這件事 是涉及到 除了去過人 可能有些不開心之外 亦都有些公眾利益 可以提醒 聽眾 大家 聰明 因為我們去日本 很可能不開心 於是 他就Full Version 放上去 因為我馬上看 祖霸王那些放上去的東西 其實中文也有一段 看看 在過去一年裏 也有好幾段 十段八段 是會有Full Version的 他可能會覺得 等於我們 就算 譬如我們現在 我們要去 行道路 是不是應該要 Lock in 付錢 才聽Full Version 經常在想這些 但是為什麼我們最後到現在 在這裏做 做了 五年 六年 我們都是 全部Fee出去 因為 Fee出去 未必有錢收 因為不用錢 但是肯定 就會多些人聽 例如我作為一個主持人 心理覺得這件事 可能很多人都會關注的 他就Full Version放上去 接著他又說 老實說 為什麼他又不響別人的名字 如果你要投訴他 他又會響 接著江美言都說 不是他又會說 其實你還未掌握齊的治療 你都未必真的聽過心理說什麼 是的 這個犯人 這樣還未算犯 我不是說他政治的取態 接著我今天看了一段新聞 這條塑膠犯 真的犯人想到你 哇 屌你了 其實 梁思浩說 他應該跟我這麼大 話比我更大 我這樣說一下 但是 喂 老就是老了 你老母的樣子 故事也是 我先看看 不好意思 梁思浩 叫你老母 看看 他會說話的 Lance How Lance How 1967年 4月24日 大了過我半年 嗯 噢 吱家屠 嘍你了 好嗎 是 僵閣 那樣子 好嗎 吱家屠 他今天講什麼就會 其實我跟著附設這段新聞 我不敢講他的這段文章 那時候我不要跟著 她由港台 過些一百 之後就馬上離開 其實都是很沒義氣的事情 過些一百的時候你不會不知道大班是甚麼政治合場 然後你現在是說了幾年前 死吧 洗米華 好了 這件事我才是覺得很厲害 他在這個專講娛樂新聞的網台節目 娛樂好好玩 我又不明白 很多人都說是很好 但他真的有很多人聽 一個查小欣 即是等於他 或者劉世良 那個人不斷吵他 你就聽了 好了 在一個網台節目 娛樂好好玩 跟江美儀 梁岸廷 說起前NBA 藍球星 易建聯 疑似嫖妓事件 他突然說 嫖妓 如果是跨性別人士 其實都很多的 好了 我又不知你為甚麼會知道 他接著就刺爆了 聽著吧 27歲的時候 曾經獲一個著名的導演 邀請他在電影入面 飾演一個跨性別的性工作者 他覺得 那個機會很好發揮 很大機會拿獎 不過 最終因為沒有辦法做到導演的要求 去開刀龍空 所以決定推遲這部電影 他27歲 1994年 他說有一個導演 找他去做 一個跨性別的性工作者 1994年香港的電影時代是OK的 但是 我作為一個導演 找一個跨性別的性工作者 如果找得到便說 我不是說不找得到 基本上是我們搞笑的 那些 不需要拍戲 他說做不到導演要求去龍空 拍戲拍到他 就說你有沒有開刀龍空 你嚇鬼嗎 我亦都不覺得有導演要求 我亦都要求玩夠你 你這樣翠智 然後事後有沒有這樣的戲 我真是屌你 我真是香港電影 不是電池 我真是不覺得有這樣的戲 在1994年有一個跨性別的性工作者 描繪 很大機會拿獎 有沒有 他真是說得就說 雖然我不拍這部電影 但是我做了很多事前功夫 就說 他怎樣在元州街上跟偽娘的性工作者聊天 這麼有趣 九幾年 這麼快有這麼多偽娘 九幾年 有偽娘不重要 為什麼在元州街上有偽娘的性工作者 招搖過市 叫你老母 老實說 九四年那時候很大個人 我真的不覺得 那時候的偽娘不說是性工作者 有個偽娘出來 最久的那個叫做什麼 在九龍城 不想記得 經常接受訪問 那個都肯定是二千年後的事 連出來說自己是偽娘都不會 還知道那時候的性工作者被你找到 好了 他說 他說 香港很多人都光顧 真實資料我就不怕說了 他說 香港最多跨性別妓女的地方 就是金水培紅灣仔 導演跟他說 他說要教梁師傅 要穿漁網絲襪 那些人來到 最喜歡見到漁網絲襪 這些我不說 其實沒什麼意義 但是那些人真的說得就說 就是 你怎麼說 拼我們 不記得嗎 其實我真的很懷疑 老實說 如果那個導演真的這樣跟你說 你打吧導演 什麼導演 什麼導演 這麼認真 認真到 你要求的人去龍胸 我不相信 是不是 或者他要求 因為你接受不了 所以 有些導演就是 你願意做呢 因為他想拍那個 那時候沒有CG 或者化妝也沒有那麼厲害 他想拍你 C浩 他不肯 但是這個電影有沒有出道 我真的不覺得 有這樣的事情 好了 這個真是混蛋 他說 他原本以為 魏梁一定是盡可能想隱藏自己原有的男性性器官 但是實況並非如此 很多人找你光顧 就是要你有下面 千萬不要包 要讓他看到你下面 他看到你上面就有 下面就有 那你就值錢了 那 那你可能在生活裡面 回來 或者看老鹹 你問我 玩得偽糧的 因為你不是說 屌人屌的 你玩偽糧的 那當然屌你老母 是要去想的 你根本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聽這些 那他就找機會去說 但是又包裝到 屌你老妹 或者之前阿慧 找你拍片 整天就越說 越說越多 我為何不拍 因為他要我龍空 或者人家是棄賢 你現在當他是真的說 就越說越大 屌你老母 另外 林子博 大家知道是誰 其實林子博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直至她 太太過世後 移民到英國 眨眼 原來她都去了英國 四年 因為她太太離世之後 她太太離世了四年 她才帶著子女去英國 53歲 10月1日 應該是10月1日 她太太死了幾 她再發文在Facebook上 就說繼續表達 對她太太 Shirley Shirley Tone 的 挂臉 和愛護 OK 她究竟是在包裝自己的一個愛妻號 大家可以這樣想 是的 一四年時間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可能對她太太的感情 已經沒有這麼掛念 不過 她是挺討好的 做愛妻號 繼續包裝 還是她真的有這個感覺 其實 不用去深究 真的不用去深究 尤其是一個男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女人也會 小孩子這麼小 兩個女兒 這麼小 應該是一仔一女 太太走 一個男人 帶著兩個女兒 其實就是很難走的 當然 所以 特別是 例如我們在外人看見 我很難撐這些 爸爸走 也比較好 因為一想起小孩子 沒有了媽媽 其實就是很令人觸動 一個男人 你沒有那種女人的柔性 其實你要照顧兩個女兒 兩個小孩子 就真的很難 於是 於是 出了一個貼文 那貼文 看見 那時候還有一家齊整 那時候 也都 有這個 hashtag 女兒和女兒很乖 很孝順 那樣 因為 做媽媽 看不到自己的小孩 但是 真的很大遺憾 但是 我仍然也希望 你說 紫博 也是53歲 除了你要盡美做老太太 責任之外 其實 要忘情是很難的 但是 都真的要放下 真的要向前走 嗯 難啊 真的要 因為 多年你向前走 不代表你要忘記了這個太太 但是 因為 我見到 他繼續想 你繼續愛你 你這些 當然你可以繼續愛他 繼續想去 但是要將他轉化 要不然 真的很容易抑鬱 有時候壓力這麼大 看個義幫 就是個人帶著兩個小孩 是吧 好 休息一會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